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向北约以外派遣士兵或部署武器 政府已向乌克兰卫生部发送了价值数千万伏林的医疗援助 根据人力资源部信息 两辆卡车载有专门用于外科护理的援助物资 乌克兰外交部代表在扎霍尼接受匈牙利的援助物资 目前正在从那里转移到乌克兰内陆 难民不断抵达布达佩斯 1871余人乘火车来到首都 从现在开始在一个体育中心开设难民中转中心 为他们配备了翻译员医疗服务和互联网服务 有需要的人还将获得继续旅行住宿 以及在必要时提交庇护申请或拘留许可方面的支持 在森林和国家公园进行春季大扫除活动 创新部长在活动上表示 废物不是垃圾而是价值 这就是政府推出多项措施回收垃圾的原因 部长强调已经为地方政府启动一项130亿福林的计划 以建立垃圾放置区域 并为关键区域提供监控资源 内政部长宣布 我国整个领土将进入一段长期的缺水期 在此期间 农民无需缴纳供水费 无需通水证即可浇水一次 只需通知即可 目标是通过灌溉减轻干旱的影响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